花劳斯莱斯的钱租了一辆假劳斯莱斯 如果您在婚礼现场识破了这种仿冒车型 您会怎么办 就好像网友所说 朋友结婚大喜 不可能现场告诉朋友车是假的吧 那也太扫兴了吧 如果婚后告诉他 已经晚了 如何避免上当受骗 首先你要学会分辨什么是升级版 什么是改装版 就拿这辆劳斯莱斯古斯特来说吧 如果您把这辆车当成新款劳斯莱斯古斯特 证明您已经上当了 因为这是劳款升级新款 这种升级版劳斯莱斯大部分都是租赁车辆 以前买的虽是二手劳斯莱斯 但款式不算过时 如今新款上市一年多 劳款的竞争力开始减弱 由于外形老旧 劳款不容易租出去 就算能租出去价格也相对便宜 所以不少车主会升级 为了降低改装成本 所有的配件都来自拆车件 改装之后以假乱真 这样就不要花巨资买新款二手车了 其实用劳款劳斯莱斯升级新款已经很良心了 毕竟底子是真正的劳斯莱斯 最可气的是用其他车型改成劳斯莱斯 就拿这辆车来说吧 第一眼给人劳斯莱斯的既是感 事实上这是克莱斯勒改装版劳斯莱斯 十几年的劳款克莱斯勒几万元就能买到 然后升级成劳斯莱斯 就这样一辆仿冒车 经常以劳斯莱斯的价格出租 关键是还有人上当 而且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改装车 其实劳款升级新款比比皆是 不光劳斯莱斯 奔驰宝马奥迪也特别多 现在的改装车 外观真的可以做到以假乱真 虽说外观很逼真 但还是很容易分辨的 通常这种改装车只改装外观 内饰一般不会改 最简单的分辨方式就是看名牌 看行驶证 看内饰 多长的心眼就不会上当受骗